感知大了一點 其實我想我認識那麼多公務員 很多都是充滿能量跟才具的 可是有些人沒有像我那麼厚眼 而且我要在這邊在補充 我今天來了很多朋友 文友 前輩們 但他們也都獲得介紹 但我有一個朋友要幫忙 他是私人 他今天有來 剛剛忘了在補充的座位上面有點疏忽 真的很抱歉 還有來了那麼多的好朋友 其實這本書來講 應該算是在一個困頓的一個靈魂 所面臨的一個時代交疊當中 他所產生的一些很平凡 但又很普遍 他有很特殊的一些寫照跟經驗 我在講說有些大的劇作 或者好的作品 在台灣筆筆街市 有很多創作的材子或財語或寫作圈 他們也都有很好的表現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的這個作品 他可能整個在書寫策略 跟一個表述的一個方向上面 可能有我自己有不同的想法跟作法 所以這是說 把所有的個人或政治跟文化的種種 還有族群的混沌之類的東西的寫照 在這裡做一個特別的陳述 當然它有包含我個人的一些特殊的想望 或特殊的經驗之外 還有包含整個時代的隆重的縮影跟著墨 所以在這邊上面 在這裡說什麼 我要謝謝很多朋友們 跟我的前輩們 他們平常就是給我很多鼓勵跟愛 我覺得其實我能夠書寫一本書 它裡頭絕對有它不單純的那個狀態 譬如說曾慶儀今天也來參加新書發展會 我很謝謝她 跟曾慶儀也是一個在書寫 跟台灣本土的經驗都很誠實 而且很誠摯地把自己個人融入整個當代的世界 跟政治的歷史而走向的一個親身體驗的作者 所以我自己本身的這本書來講 也是這樣寫照 包含我個人早期的歷史和經驗 跟我在人生當中的困頓如何走出來的成長之類等等 我可能都有著筆 但是它也就未必是我個人的 它又是包含一些人的普遍的 跟認知的這樣一個狀態的書寫 謝謝各位 我不想再用很多時間 因為趙零儀這張的書非常豐富 應該他的書也很超現實 包含台灣的很多歷史的一個詩帖跟寫照